中国台湾网的网友大家好 我是业余导演高群叔 那想请问您《刀尖》这部电影 您想给大家带来哪些讯息 或者是传递哪种感情呢 《刀尖》这个电影所表现的内容 是我们中国人共同面对一个很惨痛的记忆 就是当年日本人占领了南京 包括占领了中国很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的军民所采取了很多残暴的 就是说了说话 就真的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这样一个待遇 然后我们有一批热血的人 就是挺起胸膛拿起刀枪去反抗 这样一个内容 因为之前给张艺合作过一个过年好 他是在客串的 后来我们拍《国家行动》的时候 就是给张艺和黄志忠在大理待了五个月 五个多月 然后就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也彼此都比较相知 所以这个《刀尖》是拍《国家行动》的时候拍的 所以我就顺理成章地就去 大家一会儿又合作一次《刀尖》 好 谢谢高岛 祝福《刀尖》这部电影能够大卖 谢谢高岛 谢谢